有效途径之一 那这期节目呢就为大家介绍 德化黑山羊的健康养殖技术 德化黑山羊的外貌特征 毛色与全黑为主 头狭长成三角形 有踪有脚 脚向后侧弯曲 公羊脚较粗大 体躯前低后高 臀部倾斜 短尾小上翘 四季均可配种长高 但春秋两季未多 母羊的利用年限一般为七到九年 山羊一般在八月零 体重二十到三十公斤左右 屠宰 屠宰率为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发展德化黑山羊对我县 乃至我市山地陡坡草场的开发利用 有着重要的意义 下面请全州市德化县农业局木医站陈龙兴高级寿医师为我们介绍黑山羊饲养技术 这些陈专家的介绍下面来详细的看一下黑山羊的养殖技术 1. 羊舍建造 1. 羊舍地址选择 羊舍建造应选择地势较高 土粮干燥 排水良好 阳光充足 空气流通的地方 羊舍坐向最好是坐北朝南或坐西北朝东南 要有丰富而清洁的水源 交通方便 但距交通要到一公里以上 2. 羊舍建造要求 1. 建筑面积 2. 每头羊平均占地一平方米 2. 羊舍高度 羊舍高度一般在2.5到3米为宜 在修建丹坡市羊舍时 北墙要高于南墙 3. 建筑材料 南方可用土墙 砖墙 木板墙和竹子墙等 4. 羊舍门窗地面 羊舍门一般宽2.5到3米 高1.8到2米 窗的面积 一般为地面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 距地面1.5米左右 利用栅栏加固以防洋外窜 南舍地面应高于舍外地面20厘米以上 铺城缓坡以利清扫和消毒 资料间地面则用水泥面或木板铺城 5. 羊舍 羊舍离地面的高度1.5到1.8米 可用木料或竹料做板条 一般尖细1.0到1.5厘米 6. 草架 用木板条或竹条建造 每头羊应占有草架长30到50厘米 2. 山羊饲养管理 1. 总供羊饲养管理 1. 总供羊是羊群 蠢种繁育与杂交改良质量的重要保障 2. 保持中上等的营养体矿 精力充沛 配种期兴与旺盛 精业品质优良 能够出色完成配种任务 1. 配种期 每日每日补给精料0.8到1公斤 并加强运动 2. 非配种期 坚持放木 适当补味精料 常年补给食盐和股粉 2. 主母羊饲养管理 1. 空怀期 在高羊断满后恢复体矿 选择草制好的草地坊木 经两个月抓标 可丰重10到15公斤 为配种做好准备 2. 润尘期 前期抓好润尘母羊放木工作 满足营养需要 后期加强管理防止流产 3. 肚乳期 三个月左右 前期加强母羊饲养 提高产乳量 后期要酌情补嗣 恢复体矿 3. 羔羊饲养管理 出生到两月龄羔羊 主要依靠母乳 也要补嗣 2. 到4月龄 重点是补嗣 1. 胃乳母乳 羔羊出生后半小时左右 应让其补食出乳 一直到第五天 乳母羊缺奶或产高后死亡等原因 无法给高羊补乳 应照保母羊 寄养或者人工补乳 2. 注意喂草和补料 高羊出生后十天 开始训练吃草料 刺猬量由少到多 定时定量 3. 疾病防治 高羊出生后一周容易发生痢疾 可给人权母羊接种高羊立即甲醛军苗 或给出生高羊口服土霉素预防 4. 及时断卖 一般三个月左右断卖 4. 育成羊饲养管理 4. 育成羊应按性别单独组群 下修抓好放牧 冬春季适当补嗣甘草 清除饲料 快跟进饲料 食盐等 咱羊群放牧 大群放牧控制在100头左右 小群放牧50头左右 庭院圈养十头左右 祖群为家 1. 春季放牧 要防山羊跑轻抢轻 可选择从枯草多的阴坡放牧 逐步过渡到青草多的阳坡放牧 春季晚出早归 2. 夏季放牧 选择高燥凉爽 牧草与水方便 文英少的草地方牧 延长放牧时间 早出晚归 中午不回阳社 选择高燥凉爽的地方 或在树荫下 让羊群休息 3. 秋季放牧 是多种牧草 冲碎 结子的时机 牧草子时 营养价值很高 应在这类地区 放牧 或在收割过 庄家的茶地方牧 晚秋 已有早霜 羊群亦晚出晚归 中午继续放牧 4. 冬季放牧 选择被风向阳 地势低暖的草地放牧 放牧时 可先远后进 先阴后阳 先高后低 先高后平 晚出早归 缩短放牧时间 夜间不四 羊舍附近留下部分目的 以便坏天气时放牧 冬季要种植 月冬优良牧草 如黑麦草等 供月冬涌 3. 幕后补四 羊群数量较少 可将割回的青草 或藤蔓切碎成段 放在筐内 润养采实 以保持草料干净 羊群数量较多 可用自制的草价喂食 也可以将四草捆起来 钓到羊能吃到的高度喂鸡 四后让羊自由饮用 4. 饲养管理注意事项 1. 合理四味 补料时应保证四草质量 投料量适中 不易突然频繁更换饲料 2. 科学饮水 注意饮水卫生和水量供应 3. 适时控温 夏季防暑降温 冬季防风保暖 4. 保持羊舍卫生 每月用消毒水消毒一次 5. 驱除山羊寄生虫 每年春秋季 要驱除山羊体内外寄生虫 体内寄生虫驱除 可选用饼牛本蜜座 阿维菌素等 防治体外寄生虫 可采用底百虫 浓度0.5%到1% 双甲蜜浓度0.05%等药育 5. 常见羊病防治 1. 注射疫苗 每年春秋开展山羊痘 传染性胸膜肺炎 羊三连四方苗 处续五号病疫苗等防疫注射 2. 常见病治疗 1. 传染性角膜结膜炎 传染性角膜结膜炎 又称流行性眼炎或红眼病 其特征是怕光流泪 先侵害结膜 接着研制角膜发炎 进而角膜混濁或乳白色 多发于下秋季节 防治措施 用隔离定阳 定阳放在黑暗处 避免光线刺激 以加速其恢复 治疗先用2% 蓬酸水或冷茶水 或菊花煎汤冲洗 换眼后 然后选用金霉素 或四环素软膏 或氢化可地松 眼药水点眼 每日2-3次 连用5-7日 用青霉素 10万到20万单位 或可地松 做盐碱皮下注射 每日一次 二 羊传染性脓胞 本病 以换羊口唇等部位皮肤 和黏膜形成秋枕 脓胃 溃痒 及油状后夹为特征 一般在4-7月份 流行 其他季节 则呈散发性 防止措施 先兼病养 患部除静 尾膜和滥甲 然后用0.1% 高膜酸甲溶液 或5% 蓬酸水 或1% 芙兰西林溶液洗涤 再涂抹点干油 或者消炎软膏 每日1-2次 连续3-4日 高羊出生后 10-20日 皮内接种 山羊痘疫苗 100-120日 再次接种 山羊痘疫苗 可预防本病 三 高羊缩菌性利息 本病以急性肠炎 或剧烈下痢为特征 主要发生于7日0内高羊 由于2.5日0高羊作发 防止措施 高羊出生后6小时内口服 抗菌增小剂 剂量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 或者出生后12小时内口服土霉素 0.15到0.2克 每日1次 连服3日 有预防效果 治疗可选用土霉素 0.2到0.3克 加等量的胃蛋白霉 调水灌服 每日2次 青霉素 烈霉素 各20万单位 混合基础 对于衰弱的高羊 可结合强心补业 四 羊满病 羊满病亦称羊戒险病 是由戒满 和羊满寄生在 加速体表 而引起的慢性寄生性皮肤病 聚氧 湿疹性皮炎 脱毛 患部逐渐向周围扩张 并具有高度传染性 为本病特征 防止措施 药物治疗可选用 一维菌素 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 一次皮下注射 严重的病羊 间隔7到10天 重复注射一次 对戒满的杀命作用 几乎达百分之百 好了 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山川秀丽 资源丰富 草木茂盛 早在商周时期 万元人民便开始了山羊的养殖放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万元的人和流域 也就自然产生了一个山区优良品种 万元板脚山羊 这种山羊以一对宽大扁平向后翻卷的脚而得名 主产区分布在万元市的大竹河 旧苑 白沙 关渡等乡镇 与其他山羊相比较 万元板脚山羊的肩甲部位 长有像马中一样的长毛 体格高大 四肢健壮 肉质细嫩 产肉率达33% 而且板皮质好面宽 光泽度好 富有弹性 是制作高档皮革产品的上等原料 经中国科学院西兰综合考察队1963年发现 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2年 被四川省立为地方优良品种 1997年4月 被中国科学院载入农艺文库 并得到了我国著名养羊专家 刘向摩的高度评价 万元板脚山羊具有赖高寒 少义病 生长快 以饲养等特性 既适合山地放牧饲养 又适合农村围栏圈养 是山区人民致富增修的理想项目 下面 我们就万元板脚山羊 饲养过程中的前期准备工作 和有关技术要领做详细介绍 第一部分 卷设的类型及设施 卷设是山羊居住 饲养和生长繁育的场所 在修建时 应坚持就地取材 经济实用的原则 羊设的大小 按每只山羊占地面积进行设计 即每只山羊占地面积为 公羊1.2至1.5平方米 成年母羊 5.8至1.0平方米 不如母羊 2.0至2.5平方米 其他类型的羊 0.6至0.8平方米 同时要开好窗户 增加透光量 卷设地面应平整坚实 有一定倾斜度 便于排分 常见的卷设类型 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砖瓦结构的羊设 它采用水泥地板 砖墙瓦盖 绿色木板羊床 这种羊设防热保暖 初食性能好 但造价比较高 另一种是土木结构羊设 它采用土墙 瓦盖或草盖 也可用木条或竹子做成 一地面一米左右的 漏风地板式楼卷 这种羊设简易使用 成本低 适合一般农户 山羊设设的主要设施 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 羊床 羊床是设在 建设类离地 0.6至0.8米高的楼台建筑 一般用木板或竹子做成 其漏风距离为 1.0至1.5厘米 漏风过宽 羊脚踩入 亦发生骨折 2.四槽 四槽可用水泥或木料制作 宽度一般为0.3米 长度按每之山羊 占0.3至0.5米计算 四槽应做成上宽下载 底部应有放水孔 以便清洗 3.微窖 也就是微柱轻柱地窖 关于这部分的知识 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4.运动场 这是为山羊在放牧前后 或晒太阳时所提供的运动场所 其大小可根据山羊的数量确定 此外 山羊的郡舍还应包括药雨池 产房 拇指棚 并养隔离室等附属设施 第二部分 牧草的选择与处理 俗话说 养羊没有巧 关键在于草 板脚山羊是草食性动物 牧草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优质牧草选择 近年来 万元市畜牧科技人员经过多次试种 已成功地种植了三叶草 牧梅克斯 黄竹草 黑麦草 串野松香草等优质牧草 这些品种非常适合海拔一千米以下的山区种植 并且产量高 适口性好 是饲养板脚山羊的首选牧草 2.青肝草制作 在夏秋两季 新草的保质期较短 不宜筑藏 此时只需将这些牧草放在阳光下暴晒一至二天 让其迅速脱去水分 在堆积筑藏在干燥的屋内就可以使用了 3.接杆处理技术 过去 人们都把玉米杆 稻草这些接杆作为废弃物 没有充分的利用 实际上 只要对这些接杆进行简单的微生物发酵 便可以制成一种成本低 保存期长 有利于板脚山羊育肥的主要饲料 以下我们做重点介绍 接杆杂短 一般用人工杂短 接杆的长度掌握在5至8厘米 养殖规模较大的龙户或饲养场 可使用筋械杂短 以提高劳动效率 菌液复活剂的配置 按筑藏一吨干料计算 先将三克一袋的活干菌 倒入200毫升清水中 搅匀浸放1至2小时 然后按一桶水加一把食盐 再加大半条梗复活好的菌液搅匀 就可进行喷洒了 入胶与压实 注存胶的类比必须用水泥抹平 经计算 每立方米能够注存玉米杆110公斤 麦杆100公斤 可供一至山羊吃一个星期 装胶采用分层法 先在酵类装上需要铸藏的阶杆 将其裁紧压实 每层的厚度一般为20至30厘米 然后按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的比例 撒上一层玉米粉或麦粉 再将配置好的菌液进行均匀喷洒 以后每层装阶杆均按此方法进行 直到装满窖为止 风窖与发窖 当接杆装满窖的顶部后 案例扩张 并具有高度传染性为本病特征 防止措施 药物治疗可选用 一维菌素 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 一次皮下注射 严重的病痒间隔7到10天 重复注射一次 对借满的杀灭作用几乎达百分之百 好了 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万元市地处四川东北边陲 立川闪于三省市交界处 系大跋山复兴地带 这里山川秀丽 资源丰富草木茂盛 早在商周时期 万元人民便开始了山羊的养殖放牧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万元的人和流域 也就自然产生了一个山区优良品种 万元板脚山羊 这种山羊 这种山羊以一对宽大扁平向后翻卷的脚而得名 主产区分布在万元市的大竹河 旧远 白沙 宽渡等乡镇 与其他山羊相比较 万元板脚山羊的肩甲部位 长有像马中一样的长毛 体格高大 四肢健壮 肉质细嫩 产肉率达33% 而且 板皮质好面宽 光泽度好 富有弹性 是制作高档皮革产品的上等原料 经中国科学院西兰综合考察队1963年发现 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2年 被四川省立为地方优良品种 1997年4月 被中国科学院载入农易文库 并得到了我国著名养养专家 油项膜的高度评价 万元板脚山羊 具有赖高寒 少义病 生长块 以饲养等特性 既适合山地放牧饲养 又适合农村围栏圆养 是山区人民致富增修的理想项目 下面 我们就万元板脚山羊 饲养过程中的前期准备工作 和有关技术要领做详细介绍 第一部分 卷设的类型及设施 卷设是山羊居住 饲养和生长繁育的场所 在修建时 应坚持就地取材 经济实用的原则 羊设的大小 按每只山羊占地面积进行设计 集每只山羊占地面积为 公羊1.2-1.5平方米 成年母羊 5.8-1.0平方米 不如母羊 2.0-2.5平方米 其他类型的羊 5.6-0.8平方米 同时要开好窗户 增加透光量 卷设地面应平整坚实 有一定倾斜度 便于排分 常见的卷设类型 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砖瓦结构的羊设 它采用水泥地板 砖墙瓦盖 绿色木板羊床 这种羊设防热保暖 初时性能好 但造价比较高 另一种是土木结构羊设 它采用土墙 瓦盖或草盖 也可用木条或竹子 做成一地面一米左右的 路供地板式楼卷 这种羊设简易使用 成本低 适合一般农户 山羊圈设的主要设施 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羊床 羊床是设在圈设类 离地0.6至0.8米高的 楼台建筑 一般用木板或竹子做成 其路缝距离为 1.0至1.5厘米 六缝过宽 羊角踩入 亦发生骨折 2.四槽 四槽可用水泥或木料制作 宽度一般为0.3米 长度按每之山羊 占0.3至0.5米计算 四槽应做成上宽下载 底部应有放水孔 以便清洗 3.微窖 也就是微柱 轻柱地窖 关于这部分的知识 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4.运动场 这是为山羊在放牧前后 或晒太阳时所提供的运动场所 其大小可根据山羊的数量确定 此外 山羊的郡舍还应包括药雨池 产房 拇指棚 并养隔离室等附属设施 第二部分 牧草的选择与处理 俗话说 养羊没有巧 关键在于草 板脚山羊是草食性动物 牧草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优质牧草选择 近年来 万元市畜牧科技人员经过多次试种 已成功地种植了三叶草 母梅克斯 黄竹草 黑麦草 串野松香草等优质牧草 这些品种非常适合海拔一千米以下的山区种植 并且产量高 适可幸好 是饲养板脚山羊的首选牧草 2.青肝草制作 在夏秋两季 青草的保质期较短 不易筑藏 此时 只需将这些牧草放在阳光下暴晒一至二天 让其迅速脱去水分 在堆积住藏在干燥的屋内就可以使用了 3.接杆处理技术 过去 人们都把玉米杆 稻草这些接杆作为废弃物 没有充分的利用 实际上 只要对这些接杆进行简单的微生物发酵 便可以制成一种成本低 保存期长 有利于板脚山羊育肥的主要饲料 以下我们做重点介绍 接杆杂短 一般用人工杂短 接杆的长度掌握在5至8厘米 养殖规模较大的龙户或饲养场 可使用筋械杂短 以提高劳动效率 菌液复活剂的配置 按铸藏一吨干尿计算 先将三克一袋的活干菌 倒入200毫升清水中 搅匀静放1至2小时 然后按一桶水加一把食盐 再加大半条梗复活好的菌液搅匀 就可进行喷洒了 入窖与压实 住存窖的类比必须用水泥抹瓶 经计算 每立方米能够住存玉米杆110公斤 麦杆100公斤 可供一至山羊吃一个星期 装窖采用分层法 先在窖垒装上需要住藏的接杆 将其裁紧压实 每层的厚度一般为20至30厘米 然后按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的比例 撒上一层玉米粉或麦粉 再将配置好的菌液进行均匀喷洒 以后每层装接杆均按此方法进行 直到装满窖为止 风窖与发窖 当接杆装满窖的顶部后 按理平方米250克的比例撒上一层石盐 然后盖上薄膜 四周压入尾形槽内 再在薄膜上盖上一层细土或细砂 便进入发酵 发酵时间冬季掌握在30天左右 夏季为20至22天 发酵期满后就可出窖 每次取尿结束 要立即用塑料薄膜盖好 尽量减少与空气的接触或雨水渗入 第三部分 板脚山羊的放牧技术 板脚山羊是以草为主食的动物 很适合放牧饲养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 凡是草地草山宽阔的地方 因大力提倡以放牧为主 或全部采用放牧的方式 一 放牧的方法 山地草肠放牧 在灌木丛和各种杂草生长的茂密的山坡 最适合山羊放牧 二三十只的羊群可由一个放牧员管理 上百只的羊群则需要两名放牧员看管 在山坡放牧 要防止各别山羊脱离羊群或受野兽袭击 丘陵草肠放牧 在堤山或丘陵地区 也有许多不易种植农作物的草肠 草坡和灌木林地 这类地区放牧 羊群异小 类群二三十只 但放牧时 要尽量避免山羊突吃宁静的龙作物或蔬菜 民心草地放牧 在田边地角 房前屋后生长着许多冷漓的牧草 这些民心草地十分适合栓木 使山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吃草 二四季放牧特点 春季气候较冷 多阴雨 野草开始萌芽 此时放牧的主要圣物是保镖保高 可少跑路多吃草 这个季节应注意怀孕牧羊在行走时出现脊状 否则将影响胎儿发育或造成流畅 夏季白天长 气温高 牧草茂盛盛 这是山羊掌标的季节 此时要选择被封向阳的目的 让山羊多吃仙草 避免吃露水草或雨天放牧 秋季气候凉爽 露草结子营养丰富 是山羊抓标长肉的大好季节 此时放牧要早出晚归 尽量远牧 也可选择在庄稼